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討論政府就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公眾諮詢 多個議員擔心 向內地南方電網買電會導致供電不穩 政府重申從澳門的經驗證明 內地供電穩定 建議有利開放電力市場 陳家俊報導 政府提出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兩個方案諮詢公眾 包括向內地南方電網購買三成電力 以及提高天然氣發電比例至六成 多名議員擔心向內地買電 會影響本港供電的穩定性 政府就說澳門有九成電力 都是向內地買電 都未出現嚴重停電的情況 如果香港一個金融中心 如果在繁忙時間開市 這些時間停兩分鐘 我想明天一定是頭版 在內地其實有一些停電的情況 就不是說在南網的主網出現問題 而是在一些地區性的輸電網出現問題 澳門也沒有一些長期停電的情況 購買網電這個方案的話 我們一定要做到滿足香港 我們這個可靠性的要求 和現在電力公司所提供的穩定性 是要匹配為我們的基準 黃錦星說向內地買電 相對有利開放電力市場 但有議員就憂慮 到時控制不到電費價格 本土我很多東西 我可以由我自己控制 如果A方案人家要加密 到時你就只能站在基礎上 我就想問你 你說的空間是什麼空間 你空間站在一個穩定 或者站在一個搏搏 澳門過去10年左右 購買網電的情況 其實他們看回他們的價錢 過去10年間 其實他們拿到南方電網的價錢 是相對平穩的 政府重申 現階段只是討論能源組合 稍後會再就電力市場開放進行諮詢 NOW TV記者陳佳jach 就算不到